作曲 李宗盛 我守在窗前夜空下 影子陪着我有些孤单 就像害羞的花瓣 等待阳光却又泡刺眼 你用你热情做交换 交换我所有眼泪消炎 我是孤独的白天 等待黑夜却又怕太危险 我决定看着你的双眼 靠着你的肩 说我爱你不改变 从此相信你的每句承诺 就算是无心敷衍 我决定一分一秒一天 直到一百年 让我习惯你的笑 习惯你的埋怨 也许女人都一样 总是被爱欺骗 心甘情 用你的指尖 轻浮我的心 躲在你怀里 守住每个幸福的瞬间 直到永远 我决定看着你的双眼 靠着你的肩 说我爱你不改变 说我爱你不改变 从此相信你的每句承诺 就算是无心敷衍 我决定一分一秒一天 直到一百年 让我习惯你的笑 习惯你的埋怨 也许女人都一样 总是被爱欺骗 心甘情缘 是不是没戏了 让人给绝了吧 你这个人真爱管闲事 别人闲事我还不管呢 你不是我恩人吗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啊 别的本事没有 这种事有招多着呢 要不然你把情话告诉我 我帮你吹个主意 就你啊 我 算了吧 你这种人啊 我算知道了 你就是嘴硬 心我也不说你 要有人这样吧 我提问你回答 你追她多长时间了 有几天了 她长得漂亮吗 气质很好 跟她妹长 什么呀她妹谁啊 我问你她妹谁啊 孙胖子那个 你见过的 你追的是你女的姐呀 那又怎么了 打呼小叫的 他们这俩女人 怎么就那么招人喜欢啊 你看你这个人 小肚鸡肠 恨人都住连九族 不是她是她姐 你至于吗 那倒也是 我不是联想多了一点吗 不带联想那么多了啊 怎么了 别别别 你笨医啊 你们先点 来来来 我给你揉揉 好 笨医手拿走 小心点 你跟我说说 刚才她怎么打击你了 你凭什么说我受打击了 根本就是嘛 你看你走的时候 人跟上了闲似的 回来呢人就蔫了 她找我帮她设计房子 那不是挺好的吗 这样你就有机会跟她接触了呀 可是她那房子 有可能不是她一个人住 她要结婚 但是新郎不是你 你看你明白她 我是说那房子 有可能不是她一个人住 有可能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那不是一回事吗 两个人住在一起 不就奔着结婚吗 你跟孙叔明也住过了 你结婚了吗 你结了吗你 你说什么呢你这个人 我不是命不好吗 那户不开梯那户 人真不厚的 行行行行 我错了 对不起 你对她是意见钟情吗 你这话说得非常的幼稚 不过我第一次见她 感觉确实不错 所以呢 明知道她有男朋友 也还要去追她 问题是那男的根本不合适她 不合适 人家干嘛买房子 准备结婚哪 你是一厢情愿 不可能 她肯定对我也有好感 这一点我敢肯定 你肯定有什么用啊 关键是人家怎么想 她怎么想 我还真不太清楚 不过啊 只要她不结婚 我就有机会 没想到 你还挺痴情的嘛 你这是讽刺我的 不是 我就是觉得 痴情的男人 特别可爱 男人 好恐怖 不跟你扯了 飞游游 我 走 你不说购买本田CRV嘛 不是 你刚拿到本 你 你拿这车练练手 可我喜欢越野车 越什么野呀 不是 你看你平时就是购物嘛 也是繁华地带 是吧 你这车又小又好停车 挺方便的 那我开这车 你就不怕我丢你身份啊 你跟我出去去坐我的车 我就是你的身份 还不行吗 不行 你说下不算数 我不要 不要 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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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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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跟爸爸住在一起也不是回事啊 你 你在电视局食堂干了多少年了 从咱们毕业到现在整整整八年 那你 你就没走不走换个工作啊 我自己去参加了成人高考 现在拿了个大专文品 那你跟领导申请一下换个工种 没用 我这是成人高考 又是大专文品 我们那儿都是本科生研究生 不是一个阶层 你知道吗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人家都不在一个桌上和我们一起吃饭 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 男人不像女人 有个脸蛋就可以了 骂人是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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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不是你 你还在那公司工作吗 没有 我早就不干了 那公司没意思 跳槽了 还是你了 那你现在在哪儿干 我结婚以后就辞职了 一直在家待着 为什么呀 就是生活条件再好 也不应该把工作给辞了 这样老得快 真的 你说你现在就开始过退休的生活了 你不得烦死啊 怎么说呢 你说 不上班吧 在家 干点自己想干的事 享受享受生活 也挺好的 关键是我这人吧 做什么事都是一股的新鲜劲 时间一过去了就腻了你知道吗 所以到时候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想干什么 是啊 天天渴着让你吃天酒吃大鲍鱼 你也得反胃 人啊就是缺什么想什么 要不怎么叫物以兮为归 想得还挺明白的 那你缺什么呀 我 我缺 缺媳妇 你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 那你还不赶快找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你爸你妈不催你啊 催我有什么用 这事急得来吗 不说我了 先说你 听说 你和你老公是任时间不长就决定结婚的 这回找对人了吧 很幸福吧 婚姻是一件很复杂很现实的事 你才结婚多长时间啊 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的 真的 有的时候你要 猜他 琢磨他 甚至去迎合他 所以你就必须得把自己收起来藏起来 偶尔释放一些 有节目 你怎么不敲门啊 我能进来吗 没打扰你们吧 没有 我是来帮他们家换保险司 保险司 看不出来 您还是个电工是吧 你干什么啊 人家没照你惹你呢 我们今天的确是偶然碰上他 我走了 那我不送你了啊 我送 慢走啊 没事别来了 换保险司的 换保险司的 我看我们家该装一保险司了 你胡说什么 不是 我是看着他跟你说话这么近乎 心里头来气 对 那你 跟你爸妈说没说 为什么离家出走到这儿来了 没说 说说去 说说 为什么离家出走 为了多大的事离家出走 我不说 我不说 我说 看什么呀 就这么回事 非说这车不好 你说这车怎么不好了 我没有说这车不好 就是你答应我不是说要给我买本田CLAV吗 不是你 哥子 这局是你的不对了 我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了 我看这小车挺顺眼的呀 是啊 走 带着我兜一圈 别别别别 这么晚了 赶紧让他们回去吧 姐 你回来了 你俩来了 都站这干嘛呀 没见你还想不起来呢 房子到底要不要啊 很多人等着呢 什么房啊 就是给他和高云翰找的房子 又便宜又好 好多人等着排队呢 这事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呀 这不还没来得及吗 再说了 我还没决定呢 小高什么意见呢 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呢 陈寅啊 这可是大事啊 抓点紧跟小高见个面定下来 听见没有 听见了 那行了 那等你信了啊 那爸妈我们先回去了 赶紧回去吧 走了啊 来 路上小心点啊 回去吧 听见没有 回去吧 你们 你得吵了 Pure da 再走 快 看 给我 home ibilidad 还是小姐的 越来越漂亮了 行了 别生气了 明年保证 保证你换一辆新车 不要拿话挺 立字句 我写字句去 你立什么字句啊 哪儿是夫妻之间立字句的 到时候把你逼疯了 我可承担不起 这才像女人话 都赖你 你干嘛跟我爸我妈说 我就是堵个气才回家的 我不对 我对不起感官我错了 我就保证 行了 以后对我好点就得了 我发誓 一生离世等你好 别光用嘴说 你得体现在行动上 现在就体现了 走 走 走 干嘛的哥哥碎碎的 吓我一跳 你起来了 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啊 你不是下班那么晚吗 我先让你多睡一会儿 你这是干嘛呢 起早给你做早餐呀 我这不都买的吗 你买的哪有我做的好吃啊 你先慢慢吃吧 等你吃完了呢 我在睡个分钟觉 什么都不耽误 咱俩最近时间不一样 以后啊各管各的 别扫我的心了啊 那倒行啊 一家住着 怎么能各管各的呢 咱俩是合住 不是一家人 别老混笑概念啊 分那么清楚干嘛呀 也许住着住着 就变成一家子了呢 你怎么老想把水搅混呢 那也没必要 总扯那么清楚吧 本来就那么清楚 没意思 我这么年轻美貌一大姑娘 在你眼前晃来晃去 你就没点想法啊 还真没有 那是你不正常 你才不正常呢 我这是君子 合着 你喜欢跟一个流氓住在一起啊 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 对我感兴趣的都是流氓啊 你这不是抬杠吗 说实话 我现在对你 越来越有好感了 是吧 千万别这样啊 我有一个建议 你看可行不可行 什么建议啊 要不咱俩好怎么样 不行啊 别想 你怎么拒绝这么快啊 你再考虑一下嘛 不用考虑 肯定不行 行 我喜欢别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可是人家 已经跟男朋友买房子 准备结婚了 还有用吗 怎么没有啊 不是还没结吗 我五鸦嘴 你这个人啊 就是不找南墙不回头 我这么悲惨的经历 都不能让你引以为戒 赶快收手吧 别到后来弄得像我似的 除了丢人不剩别的了 管好自己就行了 少管我啊 走吧 喂 喂 你牛奶还没喝呢 不客气 你好 这边请 现在你今天是菜上齐了 谢谢 云翰 你来了 今天在怎么了 想起到这么好的地方 来请我吃饭 你不是喜欢有情调的地方吗 怎么样 这儿不错 是挺不错的 可是不太符合你 经济实惠的原则吧 你不总是说 有情调的东西 是滑而不实的吗 偶尔见见情调 也是不错的 不对 肯定还有什么特殊原因 真聪明 对 猜猜看 房子的事你知道了 孙世明告诉你的吧 他就是不告诉我 你也会告诉我的 对吧 我就纳闷了 这明明是我自己的事 怎么所有人 表现得比我都还着急呢 错了 怎么说是你自己的事呢 也是我的事 那也就是说 今天你请我吃这顿不实惠的饭 是专门喂房子喽 不 不全是为了这个 那是为什么 来 喝了这口酒 我就告诉你 说吧 主要是为了这个 今天我准备正式向你求婚 那那你就没有做被我拒绝的准备吗 我做好了说服你的准备 好啊 那我就听听你是怎么说服我的 好 咱们认识快两年了吧 难道你就一点结婚的感觉都没有吗 没有 那你当初 为什么同意和我相处啊 当然是觉得你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了 你指的什么条件 作为结婚对象的条件啊 还是得呀 我们从一开始相处的目标就是一致的 奔向结婚呢 可是我一直就没找到想结婚的感觉 云翰 我不想勉强我自己 我也不想勉强你 过去有句老话 叫做先结婚后恋爱 你知道吗 你说的那都是封建社会的就是恋爱 是 那现在有句新名词 叫做恋爱是激情燃烧 婚姻呢是柴米油盐 他们两个根本就是两回事 那也得先激情燃烧之后 才柴米油盐吧 如果激情燃烧完了 那么柴米油盐会不会显得格外没劲 再说了 你怎么就知道我就没有激情燃烧呢 你给过个机会了 过去我请你看电影 你总说我累了一天了想早点休息 双休日我请你逛公园 你却说真对不起 我要加个班有个采访 我知道我不是你一见钟情的人 不适合激情燃烧 但是我更适合柴米油盐呢 陈寅 你要是想谈一辈子恋爱 那你就去找别人激情燃烧 如果你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那你就 那就找你高云翰是吗 对 我保证把咱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让你没有半点后顾之忧 整天沉浸在幸福之中 家里的事情一切都有我来 我绝对不会给你红脸 绝对不会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情 可问题是 但是我总觉得没有经过激情的婚姻是很乏味的呀 婚姻本来就是现实的琐碎的 它需要的恰恰是亲情和温情 而不全都是激情呢 而这种激情 我们也是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共同培养的嘛 就像咱们父母那代人的婚姻 大多都属于这种模式 先结婚后恋爱 可是他们就比现在的年轻人 离婚率要低得多嘛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一味地追求激情 那认识没几天结婚了 三天热度激情燃烧完了又离婚了 那照你这个意思来说 我要爱谁我就不能和谁结婚 而我结婚的这人又不是我最爱的那个人了 对 这话听着怎么有点别扭呢 我的意思是说 生活中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 恰恰说明了这个道理 你比如说你妹妹吧 你能说她就那么喜欢孙初名我 我看不见的 但是你能说她们的婚姻不幸福吗 你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 可是我总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生活情趣 差别很大呀 那么说我是个没趣味的人 或者说是个低级趣味的人 不不不 你千万别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两个人真的要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话 我们得交流 我们得说话呀 而我和你之间恰恰就 没有一种共同语言 没错 这么长时间 你跟我认真说过话吗 跟我认真交流过吗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共同语言呢 我认真交流过了 我认真交流过吗 我认真交流过的 没来电了 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你 电都被你自己给掐断了 就算是高压电 也会有断电的时候 在这儿 我向你做个保证 我就是萤火虫 我靠自身发电 永远都不会停电 哪怕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陈颖 下决心嫁给我吧 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 你放心 我不会勉强你 这只戒指 也只代表我的诚意 不会用来束缚你的 我们可以做个约定 哪怕是有一天 就是到了结婚的头一天 你改主意了 你依然可以把它退给你 好吗 我 gemeinsam 谢谢ろう 方面 нем 本学今天导致不得 있습니다 飞 有事啊 行 那我马上出去啊 我刚在附近谈完事 本来打算请你吃饭的 结果你还吃了 应该我请你 上次你帮忙 我说请客到现在还没兑现呢 你不会打算这顿便饭 就把我给打发了吧 哪能 改天 你自己挑对吧 不急 日子还长着呢 别 还是早点请吧 省得日子长了呀 我给忘了 怎么会呢 我会经常提醒你的 不让请 又不让忘 什么意思啊 老让你欠着 这样我就可以理智气壮地约你 你讲话 你买房子的事定了吗 基本定了 几个人住定了吗 也基本定了 两个人 你想好了 想好了 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 什么建议啊 你做个事业 在一张纸上 写下三个你最不能割舍人的名字 那肯定是我爸爸 我妈妈 还有我妹妹呗 没有她吗 我可以再加一个名额 你不用再给我说了 我知道这个实验 就是把这些名字 一个一个的划掉 一个一个的割舍 最后剩下的一定是我妈妈 那也给我生命的人 而不是那个 有可能和你一起 要创造新生命的人 对吗 怎么了 你得出什么结论了 结论很简单 你不够爱她 甚至不爱她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给自己多点机会 也给我一个机会 我是很认真的 其实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觉得我们之间 一定会有故事发生 来不及了 为什么来不及了 今天中午 我就是和她在一起吃了饭 那又怎么样了 她向我求婚了 我也答应了 也许你是营业之差的 想想看 如果在你接受这个之前 我来找你 答案 会不会不一样 一个女人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都不可能是一念之差的 就算表面是 可是 可是这也是在她心里 想了很久的一个结果 不可能改变了吗 那好吧 你房子的事找别人设计吧 这活我不干了 对不起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小气了 没有可以理解 对了 你上班的时间快到了吧 快了 那不耽误你上班了 好 那我先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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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相机帮你 先生你亲买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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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根本找不着这样的价钱 是啊 你瞅 回来了就等你呢 干吗 买房的事你跟小高谈了吗 谈了 怎么样 买不买啊 买 好 就等你这句话了吧 那什么时候能看房啊 我我尽快安排吧 房款是一次性付清啊 陈哥跟你说了吧 我知道 可是四十万哪 你跟小高 我和他一人出一半 你们要钱不够的话 我跟你爸再凑点 不过我们也没多少 不用了够了 那行 那我就把其他的就给回了 回了吧回了吧 让他们都别惦记了 行了 房子也买了 就好好收拾一下 该张了结婚的事了吧 你看这丫头 对生活没有一点热情 好像咱们张了的 都不是他的事情 可能在单位不顺心了 让他歇着吧 庶民啊 那你就费心了 早点安排看看房子 好好好 早看早买是吧 免得夜长梦多 再出点什么意外 回来了 来 包给我吧 来 包给我吧 把行李画了吧 你别管了 我自己会画 画得舒服 还说我刚擦的地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去上班啊 我想等你回来 看你也有得走 那有什么好看的 赶紧上班去吧啊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天音的厉害哦 跟你没关系啊 肯定啊 又是那个女的 让人给绝了吧 你不说话 没把你打仰帮啊 我不是 怕你憋出病了吗 我质疑我 我一个大男人 对 没错 为了一个女人呢 也不知道 再说了 你不是有信心吗 只要她没结婚啊 你都有机会啊 有什么机会啊 跟杰差不多了 结婚戒指都戴上了 真的 是钻戒吗 多大的 一斤 你看你哪儿出息 不懂女人心了吧 戒指啊 戒指啊 是很重要的 本来啊 有的男人在女人心里呢 只能打六十分 如果加上一个大钻戒啊 就能到八十分 你以为天涯的女人 都像你一样拜金哪 反正不喜欢钻戒的少 懒得理你 其实啊 我这个人挺好的啊 虽然我喜欢钱 但是我不太贪 最大的优点啊 就是我会照顾人 只要我喜欢上谁啊 你就愿意伺候她 愿意照顾她 愿意为她着想 这个你应该有体会吧 没体会 你这个人啊 就是不愿意面对现实 难怪那篇书也 把你的眼睛遮住了 身边有一个这么温柔 体贴的好姑娘 你都不知道珍惜 你有完没完啊 我说的是真的啊 你把你的眼光 从不切实际的地方 转移过来 你就会发现 我是多么的合适你 你做梦吧 想都别想 趁早段两只念头 赶紧上班一下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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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 公主持人 세�勒 喂 哥儿啊 你在干嘛呢 我能干什么呀 看电视呗 没什么好看的 现在 你在 那你在点儿等我呀 那好吧 那好 二十分钟以后见啊 拜 干嘛去啊 出去 给哪个男人约会 我姐 她说她在家里闷得好 让我陪她出去透口气 行行 快去吧快去吧 你自己开车去啊 当心啊 行 别啵嗦 那我开车送你吧 不用 是啊 真的 你快把戒指给我看看 没戴 你怎么不戴啊 我戴着她看心里不是特别舒服 所以就没戴 你不会是这么快就后悔了吧 后悔倒说不上 不过 我不是十分情愿嫁给这个人 我觉得 那你干嘛接受啊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今天她跟我说了一大堆 特别真诚的话 我当时 我好像被她感动了 又好像被她说服了 反正我也不清楚 当时就是找不出什么理由 来推辞她 所以就接受了 那实在是不太像你 你一项主意很大的 可我最近她就是没主意了 都是这房子闹的 爸妈又老是给我施加压力 谁给你压力都没用 你自己得想清楚 也是 你说我真的要嫁给一个 我并不是十分爱的人吗 这是个问题 那我问你啊 爱与被爱哪个重要 当然一样重要了 要不然怎么叫相爱呢 理论上是这样 但实际上总有偏重的 你偏重哪个 你呢 我 如果光谈恋爱的话呢 爱一个人好 如果选择结婚对象 还是被爱好 你想以后结婚过日子那么长时间 什么激情浪漫 都是瞎扯 只有实实在在的对你好才是真的 高云翰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恋爱和婚姻是两码事 是啊 那说明他很清醒 你说他对我好吗 你问我 你这你心里得最清楚啊 我觉得他看上去像个可靠的人 也是个会过日子的 而且他没有什么花花肠子 世事都顺着你 应该还不错吧 其实啊 我也知道他对我挺不错的 可是他怎么关心我 怎么照顾我 我怎么就没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呢 只要你在身旁 我的心情就开朗 窗外飘来春的气息 那是你的芬芳 只要你在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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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就飞扬 夏日阳光不再拙人 那是你送的银梁 只要你在身旁 只要你在身旁 我的爱就有希望 只要你在身旁 那是你送的神 那是你俩你看的 我不在乔了 那是你帮你回归 那是你 那是你的贪慌 只有你在身旁 我的爱就要希望 九月繁星和外明亮 那是你的目光 只有你在身旁 我的梦就暗想 冬夜醒来 甜蜜回味 那是你的贪慌 冬夜醒来 甜蜜回味 那是你的贪慌 谁说的非得不要这保姆 要把自己培养的上的厅堂入的厨房 我现在不想进厨房了 那凭什么我把大好的青春都埋没在油烟子里啊 你呀替我盯着这块地 我来铺你们家后院找这活 我呢也的确是很欣赏他的才华 从此以后我们也就成了朋友 我不是限制你叫朋友 我是个男人 而且是在爱着你的男人